好像大家感覺不是很好相處 這龍哥很讚啊 那也沒有 我不知道這字有沒有寫對 有點錯誤 有點錯誤 那沒關係 反正就是 氣氛的擔當 我們這有很多群戲 有時候需要每個人的情緒 推到一個某個點的時候 當然就會看一下我這邊 當然也是有我們這些小夥伴一起配的 就是跑腿擔當 你是什麼跑腿擔 你是Candy Crush擔當 你在戲裡面不是就是 一直跟王姓在PK才的Candy Crush 打得比較高階 那還沒有 在戲裡面就是一個大姐擔當吧 最適合那個跟氛圍一起來 有沒有 他一起我就立刻跟上 那樣的感覺 就像苦力擔當 自己把自己都最早到 然後最晚走的那種感覺 我要無條件支持我的大姐 謝謝大家的支持啊 首先還是要謝謝我的父母 還有這個大幕影業 還有這個編劇們給我這個機會 沒有 但我覺得是義安的 因為他其實在裡面是比較有企圖心的 他的思考邏輯 跟他關心這個社會 關心議題的部分 其實在我們幾個人裡面 他是最多的 那我覺得 他們選我可能有一部分是 把私人情感帶進來 龍哥雖然說 那是私人情感 我覺得你在否認我們戲裡面的真實交流 反正龍哥很讚 但我對於 姐你這個 坎坎你是希望社會 找下一個就是 崩壞的那個 崩壞的 沒有啊我覺得坎坎就是 你知道走走就是一種形象嗎 主要是旁邊的人出力就好啦 重點是他能不能夠吸引大家嗎 喔選我選我 你只有一個人 因為我覺得是我 其實我跟主任也合作過很多次了 他其實對於角色上面 他會有很多 他的想法想要玩 所以 他會比較細節多一點點 那他有時候自己過不去的時候 他就會說 不好意思那我可不可以再來一次 但我覺得那個也不算是NG啊 就是 就像你們剛剛講的 邱好心切 主任很棒 你們就盡管寫 因為我等一下就要很誠實的說很多話 真的 誰在怕 欸 人啊 而且我 他覺得我啊 怎麼可能是我 我們那時候第一次去黨部的時候 比較有跟他在聊天 那他們兩個就會自己說成一個小圈圈啊 很難相處欸 我認真講喔 我們那時候開拍以前就是有 Ruber他碰過幾次 他可能在這裡找那個角色的感覺 所以 他有時候會比較照對不對 他會比較浮躁一點點 有一天在那個公司樓下 我跟凱說 然後那個感覺不是很好相處 然後凱說 會嗎 不會啊 我覺得不會啊 我覺得他不錯啊 然後你現在寫 可是我記得有一天 收工了以後 我們不是有在外面聊天嗎 他剛剛問我說 我以為你很討厭我 在表演上面 就是我們有一些 我說 那我說 前面的話當然會是這樣 但實際我覺得相處起來 我覺得大家還蠻 超乎我想像的好相處 尤其是一安 因為那個反雜很難 第一次見面 他沒有會有些誤會的 欸你在那邊老生找談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這句真的這個背景 我在講幕僚的事情 今天有機會可以去解析這個幕後 我覺得這是一定會很吸引大家的一個部分 我們幾乎還原了至少八九成的那個現場 所以我相信 如果你只是在外面看這個圈子 然後你想要真的進到很多實體 很多事件 很多活動力的感覺 我覺得這部片幾乎全部都看到 對我來講 最可以被感動的是 我們所有人一起玩 一件事這件事情的溫暖嗎 一定要來看 太難了吧 我跟你講 很簡單 憲軒 黃建維 黃靖 張華雲 張華雲 記得來看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